目前,内蒙古的乌凉素海和南海子湿地大批候鸟进入了繁殖期和育除期,吸引了许多的摄影爱好者。 在乌凉素海的水面上,摄影爱好者捕捉到了天鹅求偶的画面。 雌雄天鹅一起在水中游泳,或以慧相碰,或以头相靠,结成终身配偶。 乌凉素海是我国北方典型的大型多功能淡水湖泊,也是我国候鸟南北迁徙的主要通道。 近年来,巴燕奥尔市对乌凉素海进行全流域治理,水质的改善,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,繁殖的鸟类有260多种。 在包头市南海自湿地自然保护区深处鹿类繁殖基地,白皮鹿、仓鹿、叶鹿、赤嘴前鸭等大批候鸟繁殖巢穴达到了近800处。 画面中,有3只鹿类幼鸟在巢穴中盘山穴部,几只白骨顶基础鸟跟着妈妈在水中学游泳,不时还将头钻入水中觅食。 此外,刚出生的小凡嘴狱躲在妈妈的身下寻求庇护。